早安 現在是 6點14分 如果5點50分就起來了 今天呢就是要下去台南 去演講 然後同時今天我們也會在台南玩 兩天一夜 就是想說都特地下去了 就順便在那邊玩一下吧 而且我好像從來都沒有拍過這個 其他縣市兩天也都只有拍高雄跟台北 所以這次就想說好吧 我們今天就下去台南 那就順便在台南住個一天 然後找到那邊的景點與美食 所以說今天天氣就是蠻陰天的 所以也不知道 會不會下雨希望不要 好啦 那我就趕去用一用了 我們就台南見了 我那個都...還沒有什麼人啊 沒什麼人 沒有什麼商店 有開啊 時間還很早 好冷 東嶺就是除了台北高雄之外 之後有來到其他的外縣市 那因為現在大概是八點多的時間 那我們會先去演講 演講完之後就會帶各位來去遊台南 會介紹台南的美食 那我們今天住的飯店 那我們今天住的飯店 其實也是之前的一個粉絲朋友們推薦的 那我們就趕快出發 一整排橘色全自動的U-Bike 到這邊都是 這個在台中非常的少 在台南竟然超多 I'm just feeling myself Don't know if you could tell But I'm just feeling myself I feel like I married a queen I straight up feel like royalty 我們現在演講完了 然後我們現在呢 就要開始準備今天的台南行程 那第一站 我們要去這個安平 去那邊吃美食 這也是剛剛這個 處經理推薦給我的 第一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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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站 我點這個套餐呢就是一個 招牌組的就是鱸肉飯 然後它會加一個荷包袋 然後再搭這個應該是魚丸湯 它的魚丸是做成像這樣子的 然後我另外點一個蝦捲 然後這個是魚羹 然後 克拉蒸 總共就這樣子 開動了 我們先來吃這個是乳肉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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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螺飯非常高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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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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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厲害哦 我們現在來到的這個就是安平古堡 非常知名的它那一個景點 然後我們現在呢 剛剛說它這個是有電梯的 我們去看一下 現在古蹟都已經有設置這個電梯了 其實是很貼心的耶 哇 真的是超方便的耶 這樣子就可以直接上來這邊的二樓 欸很不錯耶 而且這裡好好拍喔 這個景色超好拍的 laser 在開刷他 Arizona redesiscover ガキ 很要 就是 現在 接著 換 接著 沙島 今天 接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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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電梯管家- 關門- 關門- 去一樓- 一樓- 關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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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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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真的聲控ㄟ- 好屌- 喔 然後他這個也有按這個這個我們都沒按 出發 哇 哈哈 只能說真的是高科技呀 這是高科技呀 這個應該就是慢慢上去的概念 我記得他就是以前就是一個城堡對不對 然後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要慢慢的走上去這個城堡上面 喔可以看到他這個怎樣他那個是樓梯喔 好酷喔 他樓梯走上去所以輪椅應該已經極限了 感覺輪椅不能再上去了 所以他的無障礙大概僅限一樓啦 僅限一樓 應該後面他應該是上不去 好吧 那也沒辦法 畢竟他是古蹟嘛 可以看到他上面有那個砲台 就是以前在打仗的時候 你們有聽到這個聲音嗎 我今天 來台南啊 才幾個小時而已 所以我已經聽到了 至少十架戰鬥機 如果你是持有那個 身經障礙手冊啊 他那個門票是免費的 但是我這樣子看下來我覺得 這個挺不適合輪椅組的 而且 他只有那個博物館 一樓的那個博物館 可以晃一下 但那個博物館其實也沒有很大 所以就是 你若是輪椅組的 在這邊可能就只能逛那個地方 其他地方上不去 所以個人呢 是覺得 你 你可以不要來 我把它磨拔掉 這個拔掉嘛 然後再打開就不下去了 噴噴喔 你遠一點 不要對著我 壓下去嗎 壓下去 大力 大力一點 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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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壓的 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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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點甜甜的 對不對 甜甜的啊 我們找了一個11元的店 而且就很涼啊 接下來我們要先去這個飯店好不好 那我們飯店其實距離我們的這個入程也不會很遠 大概10分鐘 那我們今天住的這個飯店呢 是啤酒花飯店 那先過去 再給各位介紹一下飯店的樣子 所以我特別喜歡就是在他們路邊有沒有 旁邊那種設那個停車的 它直接一根感應就可以了 我覺得這個超方便 然後這一整條下來啊 其實也非常的舒服 就是旁邊有這個河啊 那接下來感覺很像愛河 感覺就超讚的 看看怎麼這麼方便 太方便了吧 我們到了 我們到了 而且我們的樓下旁邊就是有那個U-Bike 超方便 然後旁邊其實這個就是台南的一個 我算是蠻多完美都會打卡的一個景點 就是在他的正對面 然後我們住就是這個啤酒花 就在正前方 然後還有一個很方便的是 他旁邊就是警察局 非常之安全啊 非常之安全 非常之安全 這算是空間就是蠻小的啦 這是一個小空間 先看浴室 浴室 就是 來 哇擦 因為我們這次訂的不是無障礙房 所以 哇擦 哇擦哇擦 其實我覺得他的空間 其實他算小間耶 整體這樣看起來 其實不大間 蠻小的 迷你型的 他的空間大概就是這樣子 然後就是一個小走道 大概就是一個如影的寬度 旁邊這邊也是如影的寬度 他空間就這樣 然後 電視 然後旁邊就是有這個 比較特別是他有咖啡機耶 他這邊 就是有一個 扣咖啡的 然後還有咖啡機 這樣子 然後旁邊這邊的走道也比較小 那因為我們這次不是訂這個無障礙房啦 所以當然他的廁所其實也沒來那麼大 然後一進來門口 就這邊 的距離 所以 跟之前以往我住的飯店相比的話 確實是稍微小了一點 我們現在呢 現在幾點 現在5點 25分 那我們剛剛進來的時候是 3點 差不多3點吧 那為什麼 就是會到現在5點多 我們才要出門呢 因為我們剛剛實在太累了 所以我們早上這個 5點多就已經起來了 因為我們要從台中來台南嘛 然後因為早上的演講是9點 9點的演講 所以我們還要 除了搭高鐵之外 我們還要搭去煙車轉乘 所以我們變成說我們一大早 要非常早起來去做準備 所以剛剛玩到下午的時候 其實就真的 體力太差了 所以我們就 整個 直接暈過去 睡了一大覺 然後 現在精神好超多 所以我們現在呢 就要繼續前往我們要去的地方 那我們待會我們會去這個 神農街 然後 神農街 因為下5點多嘛 所以神農街結束 就晚上了啦 應該就晚了 所以我們就會去這個夜市 兩天一夜 必要的一個行程 就是夜市 那因為我們飯店的對面 就是有一個知名的 這個網美的拍照打卡的必去景點 所以我們會去那邊看一下 然後就直接去神農街 讚讚 我們現在來到這邊就是神農街 回到這邊 超級古色古香 超讚 光顏 好 超級古香 所以 還有 那麼 對 有人 就是 這邊 有 有 非常的不錯 就是老街所以很適合拍照 就應該很多攝影師都會非常喜歡這裡 那只是說如果真的要講缺點的話 我覺得就是還是偏老街嘛 所以沒有很適合RUNY族的朋友 因為他每一家商店其實都一定會有樓梯 都會有一個坎 我覺得這是一個比較很可惜的地方 我們來轉這個給彩尼 剛剛轉了一個胖丁 那我們現在再轉一個這個梗鬼 來來來來 來來來來 五四嘛 五四阿 來 哈哈 哈哈 來來來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彩尼非常喜歡寶可夢好不好 轉那個胖丁跟梗鬼 我們現在要去今天的最後一站 就是夜市 因為我們來兩天必去的行程就是夜市 所以我們待會就是要去 欸我們大家要去什麼夜市 五勝 五勝夜市好不好 那我們就出發 來玩 我們到達五敦 五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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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到了武申夜市 那這個夜市呢 它有一個這個特點 就是呢 它是怎麼陳戶禮師跟他前任之間藏來的地方 他不要搶 所以我們今天呢 就是要來回味過去 好啦我們來看一下 來看一下夜市有什麼好吃的 好吃嗎 好吃嗎 對啊 好 好 這個超讚 超好吃 一塊一塊 來來來 肉絲正點正點 爽啊 它的大腸包腸是長這樣 就是加一堆菜 來我們來 它是分開的耶 對啊 你不覺得超便宜嗎 分開的 這樣子我今天就可以吃到香腸 然後 配個小黃瓜 然後 再 配個大腸 喔 大腸 喔好燙 喔 好吃嗎 還不錯耶 這個你中吃的耶 看我 嗯 喔 好爽喔 喔 這個超讚 它大腸超好吃的 大腸超好吃 對不對 好爽喔 好啦各位 吃飽喝足 我們要準備回去了 現在是 現在是晚上的7點47分 其實還沒有算很晚 可是因為我們就已經吃飽了 也吃不掉任何東西了 就想說 早點回飯店休息 然後再趕明天的行程 我們現在呢 已經回到這個飯店 那因為 每次就是 出去玩啊 然後到後面 都是過了好幾天 要做影片的時候 才會去 講那天發生的一些新的感想 那我覺得這會 讓我就是 忘記這個 當下最真實的感受 所以這一次呢 我就想說 我們一回到飯店 就趕快來講 今天的所有的 這個心得 那我本身 就是 坐輪椅的關係 所以我覺得 這次來台南 我一個最大的印象就是 它的 路面其實是 滿平的 我們撇除 老街 它的 那個地板 其實那地板不縮 其實我們在市區這樣走 其實我都發現它的 那個路面啊 很少有那種補過的痕跡 所以騎起來的那個 震動的幅度 其實算小 另外一個就是 這個可能就是 跟陳露裡是 比較有關聯的 就是 U-Bike 在台中其實 U-Bike 都比較多是那種 黃色的 那我記得 他們應該說就是第一代吧 那第二代的U-Bike 它是那種 橘色 然後它是半自動型的 所以你在騎的時候 會變得比較 省力 那其實在台中 橘色的U-Bike 我覺得沒有很多 但是我們今天來台南 就發現 很多地方 都有 就是 就是不管去哪個經典的 那個U-Bike 幾乎都有停 幾台橘色的 所以我就覺得 欸 對於像它本身有在騎的人 他就覺得 還蠻方便的 老街很漂亮 就我們今天的 紐約現在就是去逛這個 真龍街 古色古香嘛 然後很多的 古蹟 然後廟宇也 非常非常多 我們幾乎 每到一個地方 就都有很多的 廟這樣子 然後我覺得那些古蹟 真的都很漂亮 但是也 我覺得最實在的問題 就是 真的 沒有很適合輪椅組 就是不管是 在那個岸屏古堡 它其實 要再往上去的話 其實就已經沒有這個 斜迫到 對於輪椅組來說 確實是 沒那麼的方便 那再來另外一個神龍街 商店也大部分 都有做這個樓梯 然後因為他們是 比較久的建築 所以它的空間 其實也沒有來那麼大 覺得 比較可惜啦 就是可能 如果你本身是行動不便的人 確實 來這些地方呢 可能能逛的 能玩的 就沒有那麼多 只要是 街道 我覺得古色古香 然後很有那個味道 因為我們現在 大部分的人一定都是 在這個都市長大 你已經很難再看到 這樣子的東西 所以 對我來說 我覺得還是 體驗是蠻好的啦 那當然就只是 可惜了一點 夜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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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市的部分 就是 依照我們以往 兩天一夜的傳統 我們就是都會 兩天一夜 我們就要到那個 縣市的夜市去逛 然後去吃那邊的夜市的美食 那我們這次來的是 五的喔 五聖 對啊 五聖 五聖夜市 呵 講那麼多次還記不起來 我們今天去的五聖夜市 其實我們點的 我們吃的料理沒有很多 我們就吃三家 第一間就是這個 小上海鹹酥雞 它是好吃的 那我們今天是胡椒口味 所以 我們就會很常吃下去的時候 就會被胡椒粉嗆到 但是它是好吃的 那 第二個再來就是炒飯 那我怎麼會喜歡炒飯 是因為我們平時 就是之前去夜市 都會點很多什麼 炸什麼 什麼薯條啦 什麼地瓜球啦 等等等等 其實到後面吃到現在 其實有一點膩了 所以我們這次想說 來點一個不一樣的 然後我就點一個炒飯 我覺得那個炒飯超級好吃 只是吃多了 你真的硬要挑它的缺點 就是比較重鹹 當然你比較重鹹 一定就好吃 但就是吃久了之後 就會比較 比較鹹一點 你可能就會後面就會很渴這樣 第三個食物就是 大腸包小腸 那大腸包小腸 我覺得應該是今天吃起來 這三樣裡面 我覺得印象最深刻的 因為它的大腸包小腸真的好吃 它的香腸跟大腸 一般的大腸包小腸 都是它的料 好吃很綿密 所以今天這樣子三個景點 除了早上 最一開始的演講 然後後面我們去的這三個景點 我覺得都還不錯 雖然跟以往 我們去台北高雄 的感覺就差很多 因為之前去台北高雄 就都是大都市啊 然後都是比較現代 那我們今天其實算是走一個 比較古色古牆的一個行程 所以我覺得還不錯 就是Aural TNA 是這樣的行程 就還不錯 那最後我們就講到飯店的部分 那因為其實我們飯店 我們並沒有訂這個無障礙房 那我們也是選最一般的房型 所以它當然它的整個飯店的空間 可能就沒來的那麼大 然後廁所當然也不是無障礙廁所 這樣子 所以你真的要來住這家飯店的朋友 你可能還是要一定要去訂到這個無障礙房 會比較合適 那這就是今天一整天大概的一個 心得做一個總結 今天呢我們會有一個朋友 一個他男朋友會跟他約吃飯 然後我們還有一個去其他的景點逛 那我們就明天再見 各位早安 今天是第二天 那我們都已經 前面都已經熟悉好了 然後身護理師也化妝化好了 那我們現在呢就是準備退房 給各位看一下今天天氣 還行 我希望不要太熱 好吧 退房吧 走吧走吧 非常幸運的 我們還是有遇到這個橘色的優拜 因為這個橘色的 橘色的優拜 其實還是比較好騎 比較不會那麼費力 好那我們 今天就是要去這個國華街去吃東西 出發 時間也很近 四分鐘而已 好 今天 天氣真的是 比較 陰啊 剛剛有一點點微微飄雨 但是 是還好啦 其實我比較 喜歡 就是 硬硬的 不然昨天太熱了 昨天真的太熱了 那現在這樣 硬硬天 只要不要 下雨 我覺得這樣就是 蠻舒服的一個天氣 這樣 騎起來很涼 挺讚的 哇 122 2 2 3 4 5 5 4 5 5 6 5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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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買這個3點48分的高鐵 然後回去 所以我們現在呢就要準備去車站 結束我們兩天夜的台南行 那回去比較早啦 但是因為是想說不要跳遠回去 因為怕太晚回去很累 好不好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逛這個台南美術館 二館就結束了 那如果說你們是有來這邊逛的 可以考慮再去一館 因為你只要買這個門票 它是兩館都可以去參觀的 所以如果說你們是來這邊參觀 然後有多了時間的話 你們二館過完也可以再去一館 好不好 那我們現在就是要準備回車站 我很喜歡這次的台南行 第一次遊台南卻帶給我那種平靜慢不掉的感覺 都市保留許多古蹟 在遊玩時反覆就像是在閱讀歷史一樣 每條老街充滿滿滿的情懷 食物好吃 全是漂亮 還有滿滿的人行為 都帶給我滿滿的感動 我很喜歡台南 我想我下次很快就會再光讀這裡 但首先 我要先好好存錢 才可以來這邊打花特花 威脅我的相機 你要選相機還是選我 選 你如果這樣拿的話 那我一定會說選你 相機啊 好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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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愛